英国女王因为身体原因缺席了阵亡战士纪念日活动 很多人都很关心女王的身体 而当地时间11月21日 英国女王高调亮相出席曾孙的洗礼仪式 这次的洗礼仪式是为两个王室宝宝准备的 尤金妮公主的儿子还有Zara公主的儿子 这就不禁让人想起了梅根的女儿莉莉小公主 没有机会接受王室的洗礼仪式了 英国女王这次亮相看起来身体很好 一如既往表现着她的时尚感 女王穿得最鲜亮了 95岁英国女王出席洗礼仪式的造型时尚特色 鲜绿色大衣大红唇 女王这次出席两个曾孙的洗礼仪式 打扮得非常精致 女王选择了一身非常鲜艳的绿色大衣亮相 衬托出白皙的皮肤 之前缺席阵王战士纪念日活动 是女王22年来首次缺席的活动 因为背部扭伤所以只能缺席了 不过女王这次亮相 身体方面明显是没有问题了 这场洗礼活动非常隆重 女王依然是最为闪耀的 其实女王的穿衣是很讲究的 这样的鲜绿色给人非常春天的感觉 也是预示着新生命 和这次洗礼仪式是非常贴切的 鲜绿色的大衣配上大红色的口红 都说红配绿不好看 但是女王就是有这样的气魄 将红配绿穿出少女感 就算是当天的主角 尤基尼公主和Zara公主 都不如女王这么闪耀 女王确实是用自己的经典造型 一直延续了王室的时尚感 王室最为精致和优雅的老太太了 尤基尼公主在洗礼仪式上的 穿搭时尚特色 珍珠白裙 显胖 其实这一年来 英国王室还是多了好几个新生儿的 碧翠斯公主今年也生了小公主 不过这次没有一起参加洗礼 尤基尼公主选择了一身 很有宫廷感的白裙 配上白色的发姑 生了孩子之后 身材有些发福 身材恢复的不如凯特和梅根 说起在洗礼仪式上的穿搭 还是之前凯特王妃和梅根的造型 比较好看 而阿琪小王子的洗礼仪式也是如此 当时的梅根还是非常高调的 阿琪小王子的洗礼仪式 梅根的穿搭特色高贵感 凯特的穿搭特色少女感 我们就来看看 在此之前最近的一次洗礼 就是阿琪小王子了 梅根当时一身白裙亮相 而凯特的粉裙也是很有少女感 如今阿琪已经两岁多了 只不过如今一直生活在美国 而梅根晒出的阿琪的新罩 大部分都是背影照 当时出生没有多久的阿琪小王子 皮肤真是白皙呀 像这样公开晒照都已经成了过去 梅根身亡二胎 莉莉小公主已经好几个月 却一直都没有小公主的照片 当时戴着礼貌的梅根 尽显王室高贵感 而现在的梅根 又回到了之前的好莱坞 女明星的感觉了 其实王室一直都对宝宝的洗礼仪式 非常重视 而这次的洗礼仪式 用的圣水还是卡米拉和查尔斯王子 从约旦带回来的 当时就是为了洗礼仪式准备的 查尔斯王子其实对阿琪小王子和莉莉小公主 还是很思念的 但是相隔这么远 还真是很无奈呢 接下来是查尔斯有小心思 与戴安娜拍合照玩小心机 把离婚责任推给菲利普 1981年已经快33岁的查尔斯王子 还没有结婚 菲利普亲王都着急了 他们开始催促他快一点结婚 还专门为他物色了一个新娘 这个人就是戴安娜王妃 如果查尔斯王子不是王储 菲利普亲王会催婚 他是为了让查尔斯延续香火 才不得不让他赶紧结婚生子 当责任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 查尔斯王子选择了前者 他和戴安娜王妃结了婚 和戴安娜王妃见面才十多次 菲利普亲王就让查尔斯王子 考虑结婚的问题 并提出了一个附加的条件 他告诉他 如果他在五年内没有爱上戴安娜 他还可以回去找卡米拉 查尔斯同意了 就这样 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 在1981年举行了婚礼 他们的婚礼在电视上 有750万人围观 现场也有近4万名观众 创造了王室婚礼规模的新高 威廉凯特和梅根哈里的婚礼的观众 都没有这场英国王室婚礼的观众多 如此多的人观看这场婚礼 绝不是偶然 是因为戴安娜王妃打破了 英国王室300年的规矩 成为了首个嫁入英国王室的平民王妃 是灰姑娘故事的典型 人们由此格外关注 戴安娜王妃是王太后侍女的侄女 还是出生在贵族家庭 所以菲利普亲王刚开始非常喜欢她 在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发生婚外情时 她维护了戴安娜王妃 她给媳妇写信说 查尔斯王子放弃了你 看上了卡米拉 是她的眼睛有问题 能这样说自己的儿子 菲利普亲王着实是同情戴安娜王妃 认为查尔斯王子没有责任心 事过多年以后 菲利普亲王对戴安娜王妃的态度 发生了惊人的改变 她开始维护查尔斯王子 菲利普亲王当时对戴安娜王妃说 查尔斯王子出轨卡米拉 你们心思问 难道和你在婚姻中的态度 没有丝毫关系吗 实际上 戴安娜王妃就像梅根一样 在不经意中抢了丈夫的镜头 她的过度高调成了压倒她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查尔斯王子不止一次表达过 她被戴安娜王妃抢走了风头 灭了她未来国王的威风 正是为了扳回一局 查尔斯王子耍起了小心思 在拍照的时候 和戴安娜一样高的她会做一些安排 让她总比她高一个头 从订婚到结婚 他们只要拍官方合照 一定是这样的节奏 也就是这样 查尔斯王子才认为自己抢回了镜头吧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因为有国事在身 没有经历来料理家人的事情 菲利普亲王成了一家之主 她认为戴安娜王妃是最佳人选 是一个好女人 努力让查尔斯王子爱上她 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事情 但这段婚姻依旧是破裂了 结婚时有多壮观 离婚时就有多落魄 查尔斯王子离婚后 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责 在被这些负面的评论压得喘不过气时 她把责任推给了父亲 菲利普亲王 据查尔斯王子的朋友透露 查尔斯始终认为 使菲利普亲王催婚 她才娶了自己不爱的女人 婚姻失败乃是父亲一手造成的 在温室中长大的查尔斯 一直都在责怪 父亲从小对她太冷漠 她把失败的婚姻 也归咎到了父亲的头上 从这里可以看出 她的确是一个 很没有担当的一个人 伊丽莎白二世不敢床位给她 也是有原因的 菲利普亲王做了一个父亲可以做的一切 来拯救查尔斯的婚姻 可为了逃避责任 查尔斯把婚姻失败的责任推给了父亲 同时还在婚姻中和妻子争风吃醋 这些都是很渣的表现 查尔斯王子充满了心机 聪明反被聪明误 也许这才是她不能成大器的主要原因 都能做得到是的 我们创了一 点 premier